歌曲本片 在一點時間以下 請下角度 歡迎登堂 我在寶珍年的地圖 其實我們在 還沒有買這個房子的時候 我們有預計要買房子 就是想換新的房子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開始在找設計師 先找設計師 所以那時候我先生就特別 就是跟我推薦了 陳嘉宏這位設計師 那他请我去认真的去看一下他的作品 还有就是这位设计师他的一些风格 所谓风格就是说可能他做事的方式 那我去看了就是像幸福空间 我去很认真的去研究他的作品 之后我发现陈设计师让我在他的讲话当中 让我觉得我对他很莫名的 就会觉得他讲话让我觉得非常的信任 再加上就是我对 像我对我自己的工作就是很坚持 我有很多我要求的我都希望就是一定要 达到他一定的那个就是水准和水平 我觉得陈设计师他在跟我讲话当中 让我觉得说他有很多的坚持是 只要是好的东西 他一定要让他的作品呈现 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了 只要找到房子一定要先跟他联络 今天美丽的屋主可以说是 就是嘉宏哥你们的最佳代言人 因为他们夫妻俩对你真的是赞誉有加 所以我迫不及待 赶快想要听听今天的故事 其实每个案子都有故事 那这个故事比较好一点是因为 没有吵架了 不是 因为前面你都是吵架沟通 然后最后还是好的收拾 其实吵架是我们比较开玩笑的说吧 应该是说大家都有一些坚持 尤其我又很坚持 但坚持是为了大家好 是好的 所以我最近一直强调 信任成就一切坚持才能美好 那当然很荣幸可以有这么美丽的屋主 跟这么帅的蓝业主 对不对 而且他们真的非常信任 现在到什么地步 一开始打电话来 我说要等八个月 但他们愿意等 对 而且他们听说他们之前就有 蛮多装修的经验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他们是很有概念的 事实上他们装修经验非常非常豐富 其实一般的业主大概装修过一两次 对 他们是山空 住家 都有 都有装修了好几次 当然我很感谢他们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这么多的装修经验 可是他们非常的信任 可是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有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他一开始就跟我表明 我不用那么多的收纳 我有时候从此来客人讲的 你听一半就好了 对 对 我真的也是听一半 因为我就画了一个收纳非常充足的图 他们就不喜欢 真的 他们一直跟我说 我是说真的我不需要那么多收纳 那我就重新再调整 所以这个案子应该是说 我从业这么多年 收纳少的排名第二把 第一个是在淡水那边 那的收纳比他还少一点点 所以这是第二名 真的不多 特别要讲的是 因为美丽的女巫主 她很喜欢简约的风格 再带一点古典的线条 可是我在现场我找不到古典的线条 怎么会这样 家伟哥你告诉我古典线条在哪里 今天为什么会有设计师的存在 或有我的存在 是因为我们专业 我们知道什么样的风格 代表什么样的造型 可是 业主他可能只是看了一些杂志 看到一个美丽的 或是一个单的漂亮的一个单品 他就认为这个是他喜欢 他就认为这个就是古典 其实不是这样 那我在跟业主讨论过程 我发现 没错 他喜欢古典 倦勇的那种气息 是 可是他事实上 他其实喜欢的是 利落的线条 你看美式的古典 或是一些国外欧美的古典 白色系干干净净的 对 可是他从家具里面 或是某些线板里面 会有些曲线的表现 或是多几个线条的表现 带到这个案子 你会发现 我从天花板的沟蹦 我增加了一条的沟蹦 我看得到 对 对 我们在现代的语会里面 让他有一个沟缝的勾勒 让一点点一点点 那么的古典的感觉在那里 那尤其你看 参除区中心 也一个横梁横过去 我常常讲不对称设计 出怪招 对 又来一个弧形的 类似又有个尖尖的 椭圆的造型 对 第一个凸显 参除区的不一样 再来在这样单调的 平行的线条 直线的线条里面 我们勾勒一个 有曲线的线条出来 柔的感觉 就在无形中被带出来 而且它是可以往上延伸 然后我们就会虚化那个梁 我们觉得看不出来了 你那个梁已经 就不存在的感觉了 对 而且这次参除区做的它是 全部都是白色 立面是白色的 然后中岛是一片的这个 这是大理石吗 黑色的 很美 这块叫圣罗兰黑金 很美 是很美 但是我跟你讲不好用 不好用 为什么 因为天然食材 比较容易受污染 对 那你真的会用天然食材 要很勇敢 因为你要不受污染 在下本来我就喜欢这样 反正就污染 它就是真的 这美丽的女巫族 它也是这种感觉 它觉得这样很棒 而且那这样子 参除区的像立面的部分 白色的也是大理石吗 是 哇 这次用很多大块的大理石 对 第一个大理石的好处在哪 漂亮 耐脏 永保如新 对不对 所以我的客人很爱用 那这个案子是 食材配上烤漆 那烤漆这几年少用的原因在哪 它漂亮 可是不好 刮刀的话怎么办 对 刮刀就比较麻烦是 可能假设你门片刮到 你整个门片要拆下重痕 那当然这个 牵扯到客人的喜好度 他喜欢 OK 我们做 但是我们把这个问题点 所谓的优点缺点 都要明白的说明 如果他能接受他就做 对 但这个案子我很例外 一年来他 真的跟新闻一样 维持得很棒 对 这种客人就恭喜他 容登为可以运用考骑的贵宾 第一名 考骑VIP 对 因为考骑真的在维修上 是啊 真的很麻烦 可是以这案子来讲 像白色烤鸡配上白色大理石 超美的 真的超美的 真的很漂亮 完全 我个人觉得把帅气的蓝舞组 跟美女舞组 他们的气质 完全呈现出来 而且有一种时尚的感觉 对 对不对 然后我们刚才说到 很多很多大面积的食材 像今天的地平 也是一块非常美的食材 我觉得这块棒在哪里 就是说 我们立面的部分做得很干净 对 我们来凸显地面的这块大理石的纹理 跟它天然的纹路 跟它的颜色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灰阶的 对 而且它是大花 所以你远远看有时候觉得它很艺术感 是 对 我们把需要表现色彩 表现造型 表现纹路 我们把它表现在地上 这样地面跟墙壁面就有灰晕道 好宅之所以俊勇 在与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屋主入住将近一年的时间 保持屋子如新的状态 为陈嘉宏设计师成就美好的坚持 做了最好的证明 我想平常有在看幸福空间的朋友 都应该了解嘉宏哥的个性 就是说如果你要找他做装潢装修 全部都是要全拆的 对不对 这个空间原始物况 是一个超过十年的中工国 那他原来的装潢规划是样品物 当然我们不管新屋老屋 一定要全拆 为什么 就是为了格局重新整理 达到未来生活的合适的空间 所谓的合理的尺寸比例 那这个案子原始 它就是一个释放格局 我们现在做到中岛这个地方 你看到你的右边那边 事实上它是一个封闭性的厨房 那我刻意地把原来的厨房拿掉 为什么 女主人跟男主人 她们生活非常的简单 她们真正真正的侵蚀 还有再来就是说 以前她的规划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旋关 但是你知道在这样的室内实际 大概三十四坪左右的空间 事实上如果真的没有风水考量 你去做一个真正的玄关的时候 事实上会把空间给切割掉 而且我觉得没有很浪费 对 但是在以这个空间 我们也是有做了一个 类似玄关的意涵 你看我利用一个转角 修饰掉 还有因为我们刚才才强调 它的收纳真的不用太多 所以我们在厨具区的旁边 做了一个衣帽间鞋柜 对 然后刚刚我讲的一个小屏风的格局的里面 是一个小型的出场室 所以虽然说收纳不多 可是你必要的东西还是要一些安排 就是按照他们平常的生活习惯 来帮他们做一些规划跟设计 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说 因为嘉宏哥 你平常的书房的配置 像很多的层架层板都是用深色系 但这一次全部都是用白色 但是只要变了一点颜色 整个感觉就是很不一样 好神奇 其实这真的就是很神奇的事情 不要说这个暗子 你看我们很多暗子 其实用同样的大理石 配上不同的木皮的颜色 又不一样的感觉 对 就像同样的大理石 同样的木皮颜色 配上不同铁件的配色 又变成不一样的感觉 你有没有发现 有 对 好了就算你同样的大理石 同样的木皮 同样的铁件 碰上不同的家具颜色跟穿颜色 又变成不同的感觉 对 真的好神奇 其实我一直在强调 除了所谓的空间放大数字 还有一个空间魔术 就在整体的搭配的效果 就是颜色的搭配 尺寸的比例 就会造就很多的神奇 当然这个书房的更方式 比较属于说半开放式 为什么 因为可能平常晚上要跟客户联络 不要受到干扰 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区隔 这个书房的隔间墙 我们用玻璃来取代 这是挥波 挥波的好处就是质感高 而且它的穿透性不会到那么强 轻波你会觉得一目了道 那很像办公室 居家我觉得还是保有一种 隐秘跟神秘的感觉 然后带有质感 再来你看它的框架 你会发现不是木头 框架我知道 它是镀钛 精致 这次都骗不了你了 是不是 真的是镀钛 我越来越聪明了 眼睛越来越英明 对 越厉害 好 那里面你看我们的规划 不是只有纯粹工作剧或是书房而已 它还有个卧躺 它还很休闲 对不对 看出看累了可以躺在那边休息一下 还有你 你有没有看到我们那个书柜 你刚刚一直在批 对 我很喜欢这个书柜 我觉得很特别 可是你喜欢 所有的业子都喜欢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做书柜承板架 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久的会翻曲了 力道不够了 可是我做这种结构的书架 从来没有弯过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它除了这样的造型 它反而可以增加它整个受力的平均 对 是这样子 我以为只是造型 其实没有它 其实当初做这个架构不是为了造型 是为了结构 可是却阴错阳差变成大家喜欢的造型 所以来我公司跟我开会业主 看到 我要这个 对 原来是这样 除了这个书房之外 因为刚才我有去女孩房 两间女孩房 全部都是浅测系 这边我就懂了 什么叫做简约跟俊勇的感觉 就颜色浅浅 然后进去是很耐看 对 其实很多颜色你不要太复杂 很多摆设你也不要太凌乱 你就让它在俐落中间用颜色 慢慢去把它我们要呈现的风格 给带出来就好了 所以这个是两个女孩房 那主卧房呢 主卧房很精彩 很精彩 对 它也是以白色系为主 可是看到它的臂部是走灰阶 所以那种感觉那种高级感 跟那种让你心灵沉淀的那种味道 会呈现出来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两个更衣室的门 怪怪的 我刚才有发现 就是因为你每一次都会做两个更衣阶 就是男女屋主的更衣阶 而且那个门的开法两个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对 很妙对不对 其实我是故意的 因为你会发现男主人区的比较小 女主人区的比较大 可是因为这两个更衣室的空间 它并不是像一般我们很正常的更衣室 就是说我可以走进去 甚至更衣要很宽敞 所以比较大的时候 如果你还是做开门的时候 里面你会感觉空间比较小 所以我就刻意把女主人区 是做一个大拉门 所以它整个拉开的时候 你会觉得在使用上会更的宽敞 也因为这样的刻意安排造就什么 造就那整个更衣室的墙 它是立面上是有变化的 又是另外一种设计感 还有主卧室你看 机能也很完整 虽然我们一直在讲说 收纳不得不得 可是我还是有安排了包包柜杂物柜 还有一个很大的化妆台 而且我刚刚有发现 就是经过化妆台 我们要进主卧的卫浴空间 它等于又多了一个化妆台 等于是它有两个化妆台 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应该这样做 因为它原来的主卧室有浴缸 那在他们的生活需求上 是不需要浴缸 那再加上我觉得 像女主人这么漂亮 她梳妆对她讲也是一种喜好 对 她特别强调说 她梳妆要怎么做怎么做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刻意把主卧的台面 也做一个L型的延伸的时候 事实上 比如说像他们家有三个女生 女生比较麻烦是会抢厕所 抢化妆 而且如果女生又很喜欢黏妈妈的话 对 都很想跟妈妈一起 对 那我们这样做是不是 就有多了一个台面的功能 所以你会注意看 但其实你如果仔细去看我的案子 说实在一点是说 处处都是精彩 处处都有亮点 处处事实上当初都已经有 巧思跟安排在里面 当然因为现在整个现今的社会环境 跟时空背景 会造成时空上的时间拉差 所以你知道那有感而发吗 所以又创造了新十二支增研 档次不理预算 档次为什么不理预算 其实你要好东西一定要花钱 但是我们不是要让你花非常高级的钱 而是我也不喜欢用CP值来形容 我用物超数值 一样的价格 我可以帮你做到最大的发挥 是 再来另外精工淬炼品质 也就呼应到我刚刚说的 好的东西一定要时间 你不可能说这个东西 明明要两天的工作时间 三天的工作时间 你要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做 当然是不可能 当然可以啊 就乱做嘛 对 不是 但我们不做那种事 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年的新的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更努力 更要花时间去把所有的案子给做得更好 经过了一番的时间之后 我们终于就是看到了我们的成品 在这段过程当中 我觉得成设计师他真的给我了很多的安全感 所谓安全感就是 我告诉他我要的方向 我什么都可以不用就是去烦恼 因为我的工作很忙 结果没想到就是当我看到这个家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就是我完全没有任何的蓝图 但是当我进来的时候我发现就是 他就是我的一个梦想 他把整个的空间 还有就是他把我所想要的东西都放进来了 尤其是这个中导 他就像我的生命当中 所有的历练 他一直一直不断在改变 你可以看到他每天的变化 就是你看到他的光芒 到明天你可能会发现 他出现了一些 你没有办法想象中的一种美丽的一种的这种印记在上面 所以我会觉得他就是代表着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种 每天的一种历练的美丽的养成 我觉得我会越来越爱他 再来就是我会觉得成设计师就很像我的 你知道吗 从小到大我就很希望有一个小叮当在我身边 因为其实这个家也是我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梦想 就是我希望我住进来之后 我的所有的想法 我所有的希望都可以实现 没想到就是因为成设计师 他帮我把这个家做得这么完美 让我走到每个地方都可以就是有很多的想法 所以在我的工作上或者是在我的生活上 我觉得他每一步 每一天每一步都按照我的希望 而且是成功的实现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我这两年当中遇到的就是贵人 所以我真的很谢谢他 将来再有另外就是新的家 我还是会选择他 想欣赏更多陈嘉宏设计师的作品 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 немнемémie 深入视频 opportunity 来 吃 feet sweet 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